哈囉 我是阿尼 我是阿尼 你是 今天我們要上什麼課程 我們要去 踢掉 我們今天的魚種 應該就不是 臭度也不是老他 我們今天應該會叫一張 很奇特的東西 什麼奇特 想聽說是大臭度 好奇特 長到臭度真的不能忘記 喔 我們的 臭度會很臭度喔 好榮幸好榮幸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順便開到臭度網 正常發揮 什麼 OK 這樣囉 Let's go 來 來 來 抵達一次體 在中間段這邊有那個體 有那個做那個高體 那兩側過去就是平台的 如果說你要掉基調的話 兩側會比較好一點 按拋的話 就是港內跟港外都可以 如果要掉碗室會在裡面 如果說你們有要玩耿雨的話 也是裡面會比較好 因為裡面這邊是沙底 OK 同學們 上課了唷 我們老師 他是我們的那個店長 東華的店長 聖遠 你好 大家好 OK 今天要先教大家什麼 基調的最基本的 半SR部分 OK 原則上我們在做調的時候 在一般的外交基調 都是以三塊蝦兩包粉為主 三塊南極蝦 三塊南極蝦 就這樣子 三塊南極蝦 嗯 然後兩包 兩包粉為主 嗯 這個是什麼粉啊 算是重的黑毛粉 通常攪拌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攪拌的 店家有在賣那種蝦草 有些客人會是用那個粉漆 那種泡 用泡漆 會攪拌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啊 譬如說從順時鐘還是逆時鐘嗎 因為拌的部分明明期 就只要把蝦子拌開 拌開就開 對對對 因為待會我們下粉的時候會比較快一點 哦 嗯 就是用力產就對了 什麼 三塊 哦 那順序是不是有變 就是先蝦然後再粉 其實先蝦再粉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粉在下面 到時候要把粉拌上去 對 就像你吃飯加魚生 你是先下魚生再下飯 還是先下飯再下魚生 先下飯再下魚生 對 就是這樣的概念 哦 大家要特別注意哦 觀眾沒有十字大動 下粉 下粉 中嗎 等一下 我想聞聞看這粉的味道 香的 真的香的 蝦味的味道 好像魚鬆 應該是像魚鬆吧 像什麼 欸 那香的 香的 然後這是蝦味的種 嗯 蝦鬆 哦等於說在 打那個蝦子味道再更加重是不是 對對對 哦 沒有沒有你如果單純打蝦子的話 單純打蝦子的話 那個蝦子撐不下去 哦 哦 後來加重 那因為現在我們在這種提款的話 呃 因為會選擇高比重的是因為 還會針對到底氣的部分 就是以上層跟底氣的地方 兩邊會都可以同時都可以用 做料到的 所以到時候 它是會變成一顆球球嗎 沒有我們現在拌完之後 我們還要再加水 那有沒有說就是這個比例 水的比例是 水的比例大概我會跟你講 因為這個原本讓它打到比較適合 因為我的比較水 那這個比較小 那我們現在先拌好了 然後再捏一下 如果說捏起來的時候 它就捏起來鬆鬆的 對 鬆鬆 鬆鬆的 鬆鬆的它這樣子在打的時候 它在我們打出去的時候 落水的時候 它在還沒落水的時候 它就散開了 好好好 散開的時候它變成 就沒辦法集中在一個標點 一個位置 那 比如說那你捏起來 那這樣鬆鬆的狗狗 嗯 那下去的時候 它反而沉不下去 它在水表就化開了 所以你要捏起來的時候 可以這樣捏起來的時候 像整個 你要下水的時候它就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下水就會變成這樣子 立刻化開了 立刻化開了 喔 錯度 喔 錯度來了 錯度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讓它乾一點 然後讓它下沉一點就對了 對對對 這樣子就是 整個部分就是這樣 OK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會是先教我們 煮竿 再來要先這樣煮竿子 最基本的半油洞釣法 半油洞 半油洞 半油洞釣法 那我們先 這個是布檔 那我們先拉一解出來 先這樣 這樣 嗯 那長度呢自己抓嗎 大概可以上線的部分 然後這邊 打三到四圈 這樣子 OK 繞三到四圈 這是先打布檔 再來就是我們的 吊棚的位置 吊棚的位置 深度 如果說你深的話 就跟太空豆用意也是一樣 喔 然後三圈 三到四圈 一圈 那這邊請問一下 就是 那為什麼不用太空豆 來去做這樣 因為太空豆它東西 它比較大 那我們在 我們這種東西是 富士豬的話 它過珠子會卡住 在拋頭跟做掉的時候 會影響到你的 穿倒啊 阜擋不會影響到你 太空豆它進去後會 psychosis 然後你在拋頭的時候 你 沒有辦法拋遠 那再來是 你如果說 它太空豆太大的時候 過珠子的時候 它容易把這個導切 遮斷 現在 這樣 推出 Richards 拉緊 嗯 然後先試一下它進度 吹緊 然後 我為什麼都吹了 會為什麼吹了 昖膀的線 棉線 棉線的部分就是再把它 各留它0.5公分就可以了 那再來是上我們擋珠 先上一個這個是擋珠 有半圓形有圓形的都有 很多形都有 那我是用半圓 習慣用半圓 半圓 半圓 這樣子 因為我們阿波這個孔徑比較大 那它如果說你沒有這個擋珠擋著 它到這邊的時候會穿過去 它如果這樣會穿過去 所以一定要用擋珠去頂珠它 阿波這樣子的話有沒有說 顏色怎麼 紅色一定要在上嗎 我們在做調的時候橘色 橘紅色的或是紅色 遠距離或近距離的時候目視性會比較好 那在相對的如果是黃色這種的阿波 我們會偏向用在清晨最昏暗的時候 或是在黃昏這一段 清晨跟黃昏這一段 在目視性會比較好 那原則上橘色的話是使用式會比較高一點 擋珠 對 到這邊 或頂珠 再來下面就是卡拉棒 卡拉棒 我這樣講 這樣穿過去 呵呵呵 上下 對一個 再來是 八字環 八字環 搞定 那我們現在要講一下這一顆 這一顆阿波是乳B 那我們在做調的時候 現在會把 五臂的阿波 這邊會咬一個五臂的咬籤 嗯 那也可以咬一個四臂咬籤 那剩下一個殘留的浮力 剩一臂會放到它的指線上面 對 會把它放到指線上面 再讓整個釣組在 在水下的時候 你的母線下去 你的指線跟著下去 而不是說你母線五臂 然後你的指線 漂的 太漂了 這樣子的訊號會出不來 你要讓整個釣組是 帶下去水下的 對 這樣子 就是它的做調的時候質感才會出得來 嗯 這個就是比較基本的 半油洞釣組的方法 然後這邊有一個 擋珠 擋珠 阿波 卡拉巴 咬籤 然後還有一個 那隻環 然後再上直線 再上直線 那在上直線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把釣組 先把幹子抽出來 再去上直線 嗯 先做第一個動作 就是這個釣組用好的時候 再去上直線 不然你如果說你現在直線 比較輕 你在上直線的時候 它就晃晃晃晃晃 對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先把釣組 母線的釣組綁好之後 幹子就抽出來 那抽出來之後 再去上你的直線 幹子 OK 喔好長喔 這個18尺基調幹 我們在做調直線選用 一般都是以 看場地 有些如果是以浮游基調 如果在做調黑毛畫 或是上外交 我們都是以兩巡 或是兩巡半的直線 的長度為主 那因為我們現在 在做調車場地的話 因為它這邊場比較淺 這邊場比較淺 我們都會抓到一巡半就夠了 那是配幾號咧 現在天色 我大概選擇 用1.5號應該就夠了 是看天色來決定 對 用天色來決定 是喔 不是看 會有什麼雨 對 因為現在天陰亮 然後雨已經往下沉了 對 那如果說聽塵的時候 那你剎那 可以號數可以用大一點 那種 比如說用2號3號以上 為什麼會有粉紅色溝 有 還配有南極蝦的顏色 喔 還有那個黃色的 黃色是配玉米粒的 喔喔喔喔 對 先 三溝 針對一個 激乳三號溝 有 三號 三號 也有三號 餅朝上 勾餅朝上 勾餅朝上 嗯 把剩下的線剪掉 我們現在 用好之後有沒有 所以已經把吊組綁好了 剛剛有講到一個殘餘 鼓勵嘛 對 現在上面是4B 那我可以把剩下的 一個剩下一B的重量 去把它分散 或者就是用 比如說用8號咬籤 去做帶動 在紫線上面咬籤 就叫斷打 叫斷打 它其實它是日文的說法 是平均把它分散這個重量 對對對 這兩顆就是一B嗎 欸 還有留一點空間 還有留 留一點空間是待會 我在做掉的時候 因我的風浪 或是環境變化的時候 我可以再加一個 等一下下檔課 就是我們實力演練 OKOK OK 來謝謝我們今天的老師 OK 來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幫你加油 加油 加油 有了 有了 中魚了 耶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